你们两个 怎么也跟来了 你们两个怎么也跟来了 你还好意思说呀 有没有把我们当家人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让人都得过来了 各位 明天下午六点一时 郑博士会抵达机场 徐咏会在六点之后抵达别墅 他会带着徐希希 到医院进行检查 那安月 所以我和安月得马上董神去找徐希希 别处这里 可能需要你们三个人 帮忙先答应我 要是我们没能及时回来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 拖住徐咏 你妈妈从小都跟你讲这么恐怖的故事啊 也没有 但我印象中确实有那么一次 当时把我吓得不轻 不过幸好有个 这个给你 如果 在海螺里听了海风的声音 那就代表 我在想你 到时候 记得 来找我 知道了 我很快就来找你 幸好有个什么 没什么 我现在担心的是 如果我们找到了徐希希 她不跟我们回来怎么办 会有办法的 嗯 你怎么办 你想到什么 一个小哥哥 也是我小时候唯一陪伴过我的人 就是你刚才在车上说的那个 幸好 我小的时候 一直生活在渔船上 也没有朋友 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 直到我在这儿遇到了她 她用她的方式 让我知道了全世界 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美好 从此以后 我就在这儿等她再次出现 这也没什么好惦记吧 不就是一个手机可以处理好的事情吗 人家才没你想的那么俗套呢 那你说你这个不俗的人 有来找你吗 还是说她就在这里 你等一下跟她许久啊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 我 我在等我妈妈 你们下一个地方 准备去哪儿 哥哥 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 我刚刚听了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我有点害怕 好吧 走 喝吧 这个东西好好喝啊 你之前 从来没喝过可乐 这是我第一次下船 你妈妈是海员啊 那你很幸福啊 可以坐着船环游世界 去看悉尼哥剧宴和伦敦塔 没有的 我能看到的 就只有大海 你也是除了妈妈之外 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 走 快来啊 快来啊 这就是悉尼歌剧院 有很多厉害的艺术家 会在这里演出 演演歌剧 那我以后 也要在这里唱歌 唱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炼天 哥哥 你也一起来呀 芳草碧炼天 晚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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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长 姑姑 那是月球 对不起 我失约了 那你后来又想过 才来找我吗 有 当时我爸爸告诉我 到了这里之后 他要找一个朋友 那个人应该就是你妈妈 后来他们因为担心 我看到了什么就出去说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你会说 在爱中的 我学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爱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理由 勉强接受 我以后不会再失约了 我以后不会再失约你 是你的爱吗 或是你的哭 我以后不会再失约你的爱 你能不能再失约你 真是这儿 我还记得这棵杜松子树 是我离开前和我妈一块儿冲的 进去看看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那边看看